他們也會說請示主席 主席這個院長啊 不可以反質詢或什麼的 你要等待主席的才是嘛 那黃國昌 如果今天你不爽 柯建民插你的話 你是不是直接要請韓國瑜 說主席 這個我認為我在發言的時候 柯建民不應該插我的話 他應該請主席的才是啊 他完全是韓國瑜無誤 他就直接起來大罵 你拼什麼插我的話 然後就直接轉頭就走了 那韓國瑜是主席 好像這個說話 這今天感覺自己很大 你不過是八個立委的總召而已 再來我最後要強調 我是說我覺得黃國昌 他講的話非常不負責任 為什麼 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今天這個朝野誰上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討論什麼樣的內容 所以他就來 沒有跟這個黨團討論 這個我是絕對要打他的臉 因為事實上我也在那個 我們也是在韓國瑜的 那個那個院長的群組裡面 韓國瑜發朝野協商 上面有寫開會的原由 都有 就是針對那天黃國質詢圈 這件事情要開會 你拿到了朝野協商的公文 結果你敢公然講說 你不知道今天要開會 開什麼內容 太扯了 太不用功了 而且你知道 韓國瑜那個媒體群組框裡面 還講 就是說因為今天是正式的朝野協商 所以不開放媒體採訪 請大家如果記者要採訪的話 就看國會直播 所以都講了 所以黃國昌來 他大拉雙手一攤 我不知道今天要談什麼 所以我們有跟黨內討論 這個是你當 這個總 不要說總召了 這是你當委員的一個行為跟態度 你不反攻自己 然後還回過頭來 結果我認為 他根本沒有心要開這個會 只是找一個理由 作為他離席的理由 好 我們看到其實黃國昌這種 為了一點點小事 然後就暴走 讓人覺得奇怪 到底這個人格是出了什麼樣問題 或情緒控管出了什麼樣問題 但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其實黃國昌 有五次協商暴走的紀錄 非常的多 列起來 這個念完 這個占了很多時間 我就不念了 所以五四要就說 老是目中無人 都覺得他 一直覺得他很大 所有黨變都要一再容忍 他的遲到早退 范老師 這個黃國昌也是當過老師 好像也是學者 但是為什麼當了立法委員 卻變成這副模樣呢 我發覺他的這個燃點很低 稍微碰觸一下 就瞬間起火爆炸 對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個對他身體也不好 因為這個血壓瞬間飆漲 如果他高血壓 真的很擔心他會中風 所以我是覺得 以後黃國昌在的時候 那個立法院有義務室 義務室的同仁要特別小心 要提高警覺 否則三不五時就這樣子發飆 對不對 真的怒罵 我真的覺得對他身體也不好 我懷疑他 而且據了解 好像他連對他辦公室的同事也會咆哮 可能隔壁的人聽到 可能他的助理跟他買 那個黃昌說 我要三明治辦手蛋 結果一吃下去 怎麼缺手 我要辦手蛋 開始飆了嘛對不對 助理啊 可能也常常必須被迫接受他的咆哮 因為他的聲音真的很大 但是我真的覺得有那麼小的事情 那天開會 25號那天開會 明明就是一個黨團的協商嘛 不是你黃國昌發表專題演講嘛 專題演講 當然你要講 十分鐘別人不可以插話 這個可以理解嘛 而且當天其實是柯建民提醒你 因為你搞錯 你搞歪樓了嘛 我們知道柯建民 柯建民在立法院 當了十屆立委 當了七屆的總召耶 對不對 你說當天這個與會的傅崑奇 好歹也當了五屆立委耶 你黃國昌當幾屆 一屆 對不對 說難聽 我們不要說什麼敬老尊賢啊 今天柯建民就是立法院的活字典 他有非常豐富的黨團經驗 也有意識經驗嘛 他說你這個講錯了 你就認錯嘛 結果你怎樣 你惱羞成怒 大聲的講 你插我話 然後東西一拿就走 他很奇怪 每次都拿東西就走 而且你看他 他那天在那個黨團協商 他都因為都有直播嘛 他就衣服很不屑 就在那邊打哈欠 然後這樣子躺著 然後羊在那邊 動作很奇怪 他們抓脖子 就衣服很疲憊 然後覺得很無聊 當然 然後他是康南爾大學的法學博士嘛 長春成盟校對不對 你當過這個中研院的研究員 他可能覺得跟這些人開會 我才浪費我時間 但是你不應該有那種動作出來嘛 起碼尊重別人嘛 就全部被錄影被直播 就我會覺得啦 黃國昌這個 這個咆哮哥 可是很奇怪哦 他對於柯文哲這一次的 這個相關的台北市這個 台智光的事情 他不表態啦 沒有聲音 他沒聲音啦 他可能覺得跟他無關 而且他擔心 柯文哲可能會 因為這件事情受到影響 我就褪皮三色 就看起來 他在某些問題上 他覺得對他自己的政治有利 他就開始咆哮了 他槍板面了 博眼球了 他覺得不想管的 對於台智光這個事情 他就跟柯文哲保持距離 那我會覺得這樣是不是 太過算計呢 今天既然 你看黃珊珊也站出來講話 黃珊珊他當過台北市 台北市副市長 但他至少這個時候 他幫柯文哲 幫他說兩句嘛 可是黃國昌 完全是跟這個事情 感覺是不沾鍋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未來跟柯文哲之間 會不會產生矛盾跟嫌隙 因為柯文哲也在看啊 最關鍵的時候 你要跳出來挺我啊 就你這時候 你要在旁邊 他們在那邊納糧 一點都不願意幫我 柯文哲講話 而且你又是 也就法學的 你可以幫我講幾句吧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就看得出來 他們彼此之間 各有算計 耳魚我詐 基隆市長謝國良 仇恨值不斷的增加 這兩天呢 被踢爆 補助電動車的這個業務呢 外包給一家 剛成立的公關公司負責 資本額才100 100萬新社公司 再來環保局長 馬仲豪 他看他的背景 是電腦行銷出身哦 好像跟環保 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呢 去年有個 灰家的處理案子呢 竟然要多花 三億多耶 造成基隆市的財政負擔 所以冠廷 在這個部分我們看到 這些都算是 謝國良的好朋友嗎 謝國良 這幾個案子 貿逆真的很多 我先講 謝國良 他要處理 所謂的電動機車 這件事情 是他選舉的證件 正常來講 要當選桌 應該是編列年度的預算 來執行這個機車的案件 可是謝國良很詭異的是 我先進入一個深水區 目前都還沒有人 討論這個部分 謝國良 他在就任完的一年之後 在2023年的11月 啟動了這一個 基隆市電動機車 專案辦公室 740萬的標案 委辦費 我先講他是委辦費 才委辦費而已 11月的委辦費 什麼叫委辦費 就是我今天不用公務員編制 我請一個委託外面的公司 外包 整間辦公室外包 講白了 這個案子就是 我不用市府的人 我用外面的人 觀眾朋友 有沒有覺得有點怪怪的 時間點叫11月 2023 11月 我們在政府服務過 非常清楚 11月離隔年預算 剩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2023年 他決定要做這個案子 2024年要執行 他只需要在2023年的 預算送到議會的時候 跟大家講 我2024要成立一個 專案辦公室 而用市府內部人員 就處理了 為什麼你要敢在11月 年底前 突然啟動一個 750萬的標案 給別人得標 這是第一個奇怪的地方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 光這個委辦就花了750萬 而且我要強調 什麼叫委辦費 就是不用市府的人力 用外部的人力 接下來我進到 這間公司 得標的是誰 擁警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的負責人 說他以前在威肯公關 有關係什麼 這都沒關係 給一間沒有經驗的公司得標 我到目前為止 還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但我跟大家講 很怪 我給大家看 我剛剛在利用節目的空檔 特別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標案的評審 750萬的案子 有外部評審 有內部評審 很詭異的地方是 他外部評審三位 內部評審四位 內部評審過半對不對 其中內部評審四位 全部來自於環保局的人員 環保局副局長一個 環保局的科長 一位兩位三位 四位全部這麼剛好評審勾的人 一個副局長三個科長 我跟大家報告 這叫什麼意思 這一個局長直接掌握 這一個局長可以直接掌握 這一個標案給誰 我剛剛一查就查到這個狀況 那三個評審 我外部都還沒有去查 他們跟市府有沒有關係 光這四個評審 已經可以決定 要給誰就給誰了 接下來再進一個深水區 你剛剛這個環保局的 這個評審出來了 這個公告的時間出來了 我剛剛講的公告日期 11月1號公告 11月13結標 11月13結標 我跟大家報告 早就安排好了 這樣一個案子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上網 然後把所有的整個業務委外 大家不覺得怪嗎 我現在具體就提出這三點之一 第一個之一 為什麼不是用市府內部人力 是委外辦公室 第二個之一 為什麼評審全部都是環保局的評審 四個內部市府內部評審 沒有其他局數的來 全部都環保局 第三個之一 為什麼11月1號公告 11月13就結標 就這麼快 就這麼快 然後最後得標是一間 沒有任何經驗的公司 我說真的 這件事情我大膽的判斷 這個案子背後問題很多 我到現在我認為 有沒有違法 政風單位 我們這證據 是不是事先早就已經安排好 那家公司要來標了 現在看起來就很怪啊 來仲強哥 我再往最後講 我講完了三個疑點對不對 那這間公司多詭異 得標了就好好做 沒關係 你沒有經驗的公司 一樣可以得標好好做 得標了之後 擁緊公司得標 留了電話 服務電話 你是辦公室耶 你承辦的案子叫 基隆市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耶 對 你這場要請人嘛 七百五十萬嘛 結果現在人家議員打電話過去 怎麼變微肯公關 接到微肯的邊去了 再進一個深水區 你有沒有把案子二標出去 違法的喔 這個案子是很清楚的 是由得標公司承辦喔 你有沒有拿到案子之後 再把它標給其他公司 再轉包還是你從頭到尾 其實就是合作關係沒有揭露 最後講為什麼合作關係沒有揭露 張浩安議員講得很清楚啊 因為微肯公關在過去幾年 就拿了很多市府的案子啊 2023年拿322萬 2024年又拿588萬 如果今天背後打電話 敘述是微肯公關 有沒有可能一種情形 擁緊公司從頭到尾都不是在執行 背後是微肯公關 只是因為拿了太多市府的標案 怕被罵 怕被定 怕被獎勵定 所以最後拿了擁緊公關 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就進來 我以上的推論 每一個都是有憑有據 那該講的 我跟你講 也許最後查出來也沒有違法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 實務上這樣子對借國糧 觀感真的好嗎 但是不是 是不是圖利特定的業者嗎 為什麼這個750萬 原本明明就是一個環保局的業務 為什麼要外包給外面的公司呢 來領號可以這樣做嗎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得標的廠商是經濟部合格的一個廠商 那他經過整個的審查標準跟審查的內容 其實這標準是符合條約的規定 那我知道冠廷他有對每一個案子有所推論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還是要去看說他接到這個標案的過程 有沒有合覆的法令 那他公司登記有沒有符合經濟部的規定 目前看起來都有 那我覺得最後一點就是說 只好奇就是環保局的業務 為什麼要外包給一家公司 因為有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都很了解地方政府 有一些案子確實會委外出去 但我個人就是覺得就是說 在這整個的過程中 你要在審查會議的會議記錄你要載明的非常清楚 然後你如果要二包出去 說真的你要看你原始的討論的那個標案裡面 有沒有說這個案子百分之多少是可以對外做的 比如說其實我們很知道 就是有一些這個縣市政府委託一些標案給燈會 全國的燈會 那你燈會過去有沒有說 百分之十要給誰 百分之五要給誰 那都要載明清楚 通常那是辦活動 對辦活動 那補助電動機車這算是 那因為補助電動 它是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的這個計畫的招標過程中 它不是一個常設 它就是電動機車的這個計畫 這計畫其實就是跟我們所有的市政府 平常在委外辦理那是同樣的 就是說你超過多少金額 然後你就要進入公開招標的過程中 所以我覺得現在唯一點是 這個辦公室要講 這個這個擁緊公司要講清楚的就是 那個電話接起來 如果你外包出去的公安公司 你要討論好嘛 就是說接起來你不能 你要有一個專門的負責的窗口 而不是接起來說 我是某某某公安公司 對不對 接下來應該是擁緊公司 接下來可能是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的某某誰 我是負責這個的專案經理 那我覺得一切都make sense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要請擁緊公司 他去做調整 那市政府在整個的規劃的發案過程 我覺得一切合法 OK好 要擁緊公司調整 擁緊公司就一個人啊 所以清皇這樣子 這真的合理嗎 好 我們先告訴大家 這裡面幾個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個是 就是基隆的 他的環保局電動機車的專案的服務專件 打過去的時候呢 人家電話是講說 喂 威肯公關你好 所以很奇怪嘛 對 你正常是像剛剛林桃講的 應該是 基隆市電動機車辦公室你好嘛 那你怎麼接起來 會是威肯公關你好 這怎麼聽 這個部分就是很奇怪嘛 然後第二個更妙了 好了 這個電話接起來 是威肯公關你好 結果呢 第二個怪的地方在哪裡 第二個怪的地方就是 這個電動機車辦公室的案子 請問這個 本來這個案子 其實環保局自己可以做嘛 但你把它委外 委外就算了 委外問題是德標的廠商 不是威肯公關嘛 德標廠商是擁緊公司嘛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要多花這750萬 是 然後呢 這個重點是 他多花這750萬 接到了這家公司呢 他是擁緊公司 他就不是威肯公關嘛 但沒有啦 被問到這件事情 第三個奇怪點在哪裡 第三個奇怪點是 擁緊公司的負責人解釋說 他曾經在威肯公司服務過 是老闆鼓勵他創業 所以呢 創業的初期呢 雙方合作分享資源 請問這怪不怪 怎麼那麼好啊 很怪嘛 最重要的是好 他是創業初期 他過去呢 這個講說 這家公司過去有沒有時機 沒有時機啊 這個成立98天 就接到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請問他要怎麼拿時機出來 但是呢 基隆市政府顯然 就像剛剛冠廷講 他是讓他得標了嘛 那讓他得標 他前面是不是有講到一件事情 說這個評審裡面 環保局自己的人 過半有四個 對不對 那環保局呢 這時候我們的好朋友王毅川呢 就在質疑一件事情啊 王毅川發脆文去質疑說 請問基隆市環保局長 你跟這家勇景公司的負責人 于昌勳 你們兩個認不認識 認識多久了 這敏感了吧 對 因為剛剛前面關提有提到嘛 環保局的評審 站這一次的這個案子裡面 評審是過半數有四個啊 所以環保局長呢 看起來他可以掌握啊 那所以他 王毅川就直接問說 那請問 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勇景公司負責人 于昌勳 你跟基隆的環保局局長 馬仲好 兩個認不認識 然後兩個認識多久了 結果呢 這個時間呢 你看 有一個協會就這麼的湊巧啊 這個協會呢 我想一般觀眾朋友 一定不知道 叫做社團法人 中華曙光協會 然後成立的宗旨呢 是要推動兩岸交流 那你知道在這個協會裡面 我想一般的民眾 我們一般觀眾 一定不知道這個協會嘛 但這協會就這麼的剛好 來大家看看 他協會裡面 常務理事的名單 有馬仲豪的名字在裡面 常務理事的名單 有勇景公司的負責人 于昌勳的名字在裡面 那所以 王毅川才會問他們兩個嘛 請問你們兩個認不認識嘛 好朋友 請問你們要認識多久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這些部分民眾 一般民眾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嘛 怪事重重嘛 所以剛剛我們光是 點出來的部分 怪事重重 至少有事重 所以這事重的怪事呢 基隆市政府 要不要解釋清楚 要解釋清楚嘛 那基隆市政府 面對基隆市議會 跟基隆市民 要不要解釋清楚 當然要解釋清楚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些怪案 被拿出來的時候呢 遇到現在呢 霸梁團體 開始在推動罷免的時候 這個基隆年 基隆年輕人也很羨慕 怎麼那麼好 出來創業 馬上就可以拿到基隆的標案 就可以拿到750萬 好創初期 前東家呢 看起來還有合作共享職員 然後基隆市的 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 打過去的時候呢 是他的前東家 威肯公官你好 請問這怪不怪 很怪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霸梁團體呢 對他們來講 你這就標準 我們講說 謝國陽在過程裡面 給差梁行動 添柴火嘛 是不是 他就是標準的火上加油啦 就是火已經燒很旺 然後你現在把油丟進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案子 大家看了很多 不合理的地方嘛 而這些不合理的地方 當大家在檢視的時候 一項項挑出來 我覺得這個 對謝國陽來講呢 這個在霸梁的過程裡面 都是壓力雪上加霜 補充一下這個案子 就是說擁緊公司啊 現在大家懷疑說 不是說你什麼資本額小 或是說你剛剛炒創 是說你去 他這個電動機車啊 他當時招標的名目 他是把他歸類在說 你是勞務類的 包括什麼 酒飾污水或垃圾處理 或是公共衛生 你是做環保的 因為他是電動機車嘛 他是主要是做環保為主嘛 那所以就是說 他是如果你有符合 這些招標項目的公司 你來投 結果他赫然發現說 你擁緊 他是所謂擁緊顧問公司 他根本不是做這一塊的 那所以第一個 你跟招標的這個 這個廠商的名目 就不符合啊 好那你剛剛講 剛剛講說那個 馬仲豪他們是怎麼回答 他說擁緊公司啊 是經濟部許可登記的公司 這不是廢話嗎 你公司要成立 不是什麼 要經濟部許可嗎 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你這個跟招標的這個廠商 你的名目就不符嘛 你這個擁緊公司是做顧問的 他跟什麼環保啦 跟垃圾處理 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所以你這個 所以你說你 你這個市政府的這個發言 你這個地溝倒菜 都是誤導工 誤導大家啊 廢話不是每一 哪間公司不用經濟部許可 如果你連經濟部 都沒有許可的話 你這是什麼詐騙公司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他說這擁緊公司 提供的文件啊 全部都符合審查的標準 還獲得最高分喔 那你提供他廢話 你提供的文件就說 我可以做這個機車客服啊 我可以打來什麼的 就是他你提供的文件 還是沒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就是你的這個招標項目 他根本一開始就不符合 為什麼你要給他做 那當然最後 你不要做那家公司 沒有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業務 沒有環保沒有關係 就完全沒關係 這位基隆局長 馬仲華跟環保也沒有關係啊 所以他覺得 他覺得因為我沒關係 我都可以做環保局長了 所以你一個什麼顧問公司 來做機車標案 這個 那好 那他就是謝國良 你為什麼會被罷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說謝國良的好友 或者馬仲華的好友 就可以拿到標案是不是 後來我最後才想到說 那如果說這個擁警公司 做完之後 他連這麼簡單的客服啊 其實坦白講 所有的這個 專案或活動 其實我必須評論 最簡單就是客服啦 因為他就是回答一些 你申請的這些問題 你連這種東西 你都要外包給威肯 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威肯 來做就好了 你還要再外包 那你只給外包 那給外包 那你幹嘛來標這個案子啊 若冠琳說 因為威肯標太多案子了 所以他擔心說 連這個問題都給威肯包 所以才 另外存在一家 在另外再外包啦 對 眼人耳目嘛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說環保局呢 本身這個 馬仲華跟環保沒有關係 那所以呢 現在只要什麼 有一些什麼案子 就可以委外來這個處理嗎 只是說現在的狀況啦 清皇 因為灰紮處理 這個讓基隆師傅 每年要多花三億 便宜的你不用 你非要去用那個 增加呢 每頓兩萬五千塊 比原本的這個舊廠商 要貴十五倍 對這個灰紮處理廠呢 其實坦白說啊 這個環保 這個基隆的環保局長 馬仲豪 除了這個案子很奇特之外 擁緊公司的案子很奇特之外 灰紮處理廠 其實去年喔 這個基隆的灰紮處理廠的廠商 本來就出來挨了 你知道為什麼挨 因為基隆市呢 他給基隆的價格 之前一頓的處理價格 是多少錢呢 是大概一千四百塊 那這一千四百塊裡面 有兩百塊 還要是地方的回饋金喔 所以你看對地方有多好 但是呢 你知道正常的市場上 現在揮紮處理價格 這幾年是越漲越高 漲多高呢 我們跟大家講喔 大概三四年前的時候呢 一頓的處理價格 大概就是一萬六千五了啦 然後現在價格大概漲要破 各縣市簽大概要破兩萬塊了啦 結果呢 你知道這個原來的廠商 報給基隆市的價格是多少呢 報給基隆市的價格是一萬兩千塊 結果現在後來基隆市說 這個廠商呢 沒有開績效委員會 所以呢 他不符合處參的相關的資格 所以呢 我們就不讓他繼續接案子 所以改包給在高雄的廠商 那你去想想看 他包給高雄的廠商 理論上你要運到那邊處理 是不是要多一筆運費 那至少現在看起來呢 他一頓的處理價格 原來廠商報價是報多少 是報一萬兩千塊對不對 但是呢 這一家廠商在幫基隆市在做的時候 價格是要跑到兩萬五千塊 貴很多 兩萬五千塊 對照一萬兩千塊 我請問你 正常的市長在看的時候 不會覺得是數字怪怪的嗎 但謝國陽好像沒有感覺 謝國陽市政府呢 覺得說那就是兩萬五千塊 這家廠商就給他得標 然後就找他做處理 所以基隆市為了這件事情呢 要多花三億多 等於他財政負責多花三億多 在灰渣處理上面 但基隆市民就會問一件事情嘛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有一萬兩千塊的廠商 你不要用 請問一下 這家廠商在基隆做這麼久 你不要用 要特別拉到高雄去 所以呢 這對基隆市民來講 一定會有這個質疑 然後呢 這個時間點呢 基隆市政府跟謝國陽呢 他們主張是說 沒關係 我們基隆就是不要有 匯大處理場就好 這個匯大處理不夠了 這個其他縣市來處理就好 這個旅遊 其實怎麼聽 都覺得很奇怪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就用金額 絕對金額來看